我们今天呢是整个制定工作计划的第二课 其实整个我们的管理五步法里边是定目标配资源 第二步是配资源 没有讲做计划 但是本质上是做计划 实际上是配资源 我们讲的是配资源 昨天的课程里边我们特意强调了 作为管理者你一定要有资源意识 有没有资源意识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 很多人真正所谓的天分只能支撑他往前走一小步 他想取得更大的成绩的时候 其实管理要通过团队 通过一家公司内外部的资源 随时调动资源 想方设法用尽一切资源 最后共同达成组织目标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管理 我可以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不同的调动争取使用资源 优化资源的效率 然后达成组织目标 这个过程就是管理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理解之后 其实同学们一定会发现一件事 你会发现管理无定势 管理无定势 管理不讲特殊性 但是管理也没有定势 管理的唯一权威就是你的业绩做得好不好 也就是你的目标完成的好不好 这就是管理能力 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这样的思维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慢慢的 真正接受到这件事 不要追求特别规范的具体的管理动作 最终要围绕着你的目标去做 我们今天是整个做计划这个模块的第二课 第二课我们要讲一个课题 就是资源主要掌握在上级手中 资源主要掌握在上级手中 其实这个话我们重点是和两类人说的 一类人是中基层管理者 刚做管理者的时候都有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要把上级打扶 好不容易做了管理者了 上级任命我做管理者 那他一定是觉得我行的 我千万不能输给他看 我千万不能丢脸 我一定要让他明白我是很厉害的 这是小白管理者一开始最常有的心态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上级是你的资源 上级不是你的对手 大家今天听这个课的时候 要把这个思维方式记住 现在可以写下来这句话 上级是你的资源 上级不是你的对手 那我们这节课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何利用上级争取到更多资源 我们怎么打开我们跟上级之间的这种关系 怎么去认识上级之间的关系 怎么更好的处理我们跟上级之间的关系 我今天这节课会讲两个案例 这两个案例呢 一个案例是我们的实际的同学的案例 就是我们线下课的同学的案例 另外一个案例是哈佛商业评论上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这两个案例我会分享给大家 都是日常的上下级沟通中的案例 好吧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学习目标是如何通过上级争取更多资源 谢谢大家哈 都在配合我去做互动 很好 这个是对你的吸收会非常有帮助 上级是资源 不是对手 容我再多啰嗦一句 就是我们日常管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的动作不坚决 我们不去做我们的动作 动作不有效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坚决 关键是我们经常摇摆 说上级到底是对手还是我的队友呢 我到底能不能跟上级争取资源呢 是不是上级一发脾气 我就不能争取资源了呢 是不是上级今天状态不好 我就不能争取资源了呢 这就是因为你在思维方式里面 你的管理常识不坚定 导致你的动作不坚定 你经常摇摆 比如说这个员工好像不能再说了 再说就要离职了 或者这个员工感觉不能再问了 再问他就烦了 不能再催了 再催他就发脾气了 这也是 我们经常是因为我们的管理思维不坚决 导致我们的行动不坚决 咱们这节课要解决三个重点的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直属上级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大家记住这个词 叫直属上级 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那有同学肯定会说 我在公司里面 我是CEO怎么办呢 你是CEO 你的直属上级就是你脑子里的那个小魔鬼 就是你脑子里面那个特别想成就更大事业心的那个小魔鬼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是管不好自己 CEO把自己管好 整个公司就好了 所以直属上级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基层要管中层 中层要管高层 和大家想象的经常以为的恰恰相反 我们经常会以为是高层管中层 中层管基层 实际上是倒过来的 基层主管要管中层 要把中层管得死死的 把中层掐在手里 向上管向下服务 所以中层要为基层做服务 中层是帮助基层解决问题的 那既然提到了管 互相之间肯定会有一些约束和一些压力嘛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第二个知识点是 上下级关系的核心是信任 什么叫信任呢 有同学可能会说 啊我懂了 信任就是我们互相之间很相信 什么叫互相之间很相信呢 出问题了 能不能有耐心的解决 出问题了 能不能替别人扛事 出问题了 能不能不猜忌 没有做好的时候 能不能不揣测别人的动机 而是优先看别人具体做了什么 不要先从动机上去怀疑 这就叫信任 信任往往是不顺利的时候才有的 顺利的时候不需要信任 这一点同学们要记住 第三个我们要解决的重点是 上级的时间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上级的时间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希望大家把这三个重点记住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好我们今天一上来就是看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一个比较长的案例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个案例读下来 有讲义的同学呢 也不要放松 因为整个案例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这个案例 我一边讲大家一边看 同学们一边记信息量 这个案例的背景是这样的 N同学呢是我们公司 是我们整个管理训练营线下课的一位同学 他是19年的同学 19年初在我这上课的 上课的时候呢 上完课19年3月份在我这上课 19年的6月份和我提的这个问题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雨天 6月份和我提的这个问题 我印象特别深 N同学是一个部门经理 一个初创型公司的经理 然后呢 这个初创型公司其实已经走了几年了 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 团队20多人主要做政府业务 政府业务突击的 其中呢 重点政府条线 由公司的三位合伙人负责 就是那你做政府业务 肯定要做政府公关吧 三位合伙人分别负责重点的政府 他呢是干嘛呢 他是在这些合伙人的基础之上 做后续的承接工作 也就是说 合伙人们去把业务拿下来 他来做后续的交付承接 那N同学的直属上级呢 是其中的一位合伙人 大家可以看到了 他相当于公司的中层 2019年 他的业绩指标是3000万 然后呢 他在当时给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能完成 2019年业绩指标是3000万 给我提问题的时候 认为能完成 当时提问题的时候是6月份 但是呢 开始转折了 2020年也就是说 整个今年公司计划 走重点城市战略 需要商务关系解决方案 组织人员上做好准备 公司今年有个战略 尤其呢是高级职务的 这个商务人才要引入 就是要有更强的人进来 更能独当一面的 那他自己在思考什么呢 怎么能够达成 2020年更高的业绩指标 以及如何满足公司 对这样一位部门负责人的预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恩同学的这个想法 是不是好的 我们可以传口气 在评论区里边 给我一个互动 恩同学的这个想法 他能想到这个层面 是不是好的 他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2019年的6月份 他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如何才能达成 明年更高的业绩指标 就我个人 第二个 我怎么满足公司 对于这样一位 部门负责人的预期 也就是说 公司对这样一位负责人 到底是怎么标准的 怎么设定的 对不对 哎 怎么去 怎么去预期的 这个意思 好 谢谢同学们 他这样想 其实是非常好的 说明这个人很有主动性 很有责任心 也很有成长欲望 困扰是什么呢 困扰是 这个负责人的画像和能力模型 高层的预期是 就他自己认为 高层的预期是这样的 可以负责整块这个业务 可以代表公司的高层出面 就是代表那三个合伙人出面 但是他认为自己 在未来的半年之内 显然没办法达到这个预期 他跟我说 他有压力了 他说我不想成为公司发展的瓶颈 下半年需要让他们知道 把物色部门负责人提上重点日程 你看 他自己担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上完管理课之后 他特别担心的是 自己的能力达不到公司的评价 真的把自己推到那了 赶鸭子上架 真把你捧到那了 如果你自己不承认自己不行 反而会摔跟头 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 这是一种想法 我们再往后看 然后他说 我可以通过我的资源 帮助物色这个人选 也就是说 公司要找这样的一个负责人 我可以帮忙物色 由高层去谈 他也认为自己是没办法去谈的 你看这个人的脑子是很清楚的 在这个空档期呢 我会继续完成业绩指标 等部门负责人到位 我可以去负责大区或其他工作 我想把这个想法和老大聊一下 您觉得我这样做是否合适 您有什么建议 这是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 同学们知道吗 他当时问完我之后 我其实给了他一个反馈 我说你应该没说完 就是你这个问题应该没说完 因为你这个想法太正能量了 我有点不信 你心里边的想法 你还应该再跟我坦诚一下 你肯定也有些自己的需求 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他就和我说 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 是因为这是公司的新业务 2018年业绩指标是3000万 公司直接拍的 我呢完成了1500万 大家看一下 2018年完成了3000万 我完成了1500万 这也让我在年底考核时 没有拿到A 今年上半年完成了 去年一整年的业务量 但是最新一次绩效评定 仍然没有拿A 所以去年不是A 今年半年还不是A 他其实什么呢 他对自己到底能获得什么样的评价 产生了怀疑 大家看看 我们还没讲绩效考核呢 咱们之前讲过 目标就是评价 对不对 是不是目标就是评价 有的时候我们说绩效考核不好做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些目标是虚的 你的那个目标是虚的 到年底你根本没法给员工做评价 你说你这个月的状态真不错 你这么说 员工就觉得自己真不错 到年底你说你今年真不错 能这么评价吗 不能这么评价 员工说 那既然我今年这么不错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奖金呀 大家能懂了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给员工一个评价 员工是需要评价的 那我们再往后看 他的真实的想法 是我一直很努力 但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公司的预期 这让我很困惑 与其证明什么 不如直接跟老大坦诚自己的想法 听他怎么说 您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吗 你看 他真正的这个困扰是 一直很努力 但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公司预期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大家说这个 这个现状是不是大部分人的困扰 一直很努力 但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公司预期 我们作为管理者 是不是应该和员工都聊一下 尤其是好员工 好好聊一下 问问他 你有没有这种状态 就感觉自己挺努力的 但是好像不知道公司的预期是什么 我好像总是很难得到公司的评价 是这样吧 所以我们要和自己的员工要聊一下 这个案例其实是能够反向的倒推 我们自己的管理的啊 能倒推我们自己的管理 我们也可以和我们的上级去聊一下 您怎么看我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要评价 咱们在整个管理训练营 同学们还有印象吧 我再来往前看一下 给大家往前翻一下 咱们看一下 整个管理训练营 最后一步是给评价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完整的一个管理闭环 从定目标配资源到给评价 没有给评价就不要再定目标了 你只要定了目标 就一定要给评价 这个能理解吗 但是很多公司也有问题 定了目标 给不了客观的评价 就是定完之后觉得定低了 这是最可怕的 或者没定目标给评价 这种也很可怕 就定了目标 觉得定低了 第二种呢 是没定目标给评价 所以现在同学们 我们现在再多讲一点点小技巧 定了目标 不管高低自己要认 只要公司在现在还能活下去 活不下去再说 那是另说 第二点 如果没定目标 一定不要给评价 没定目标 要盘点资源 重新定目标 这个之前我们在课程上讲过 没定目标 不要着急给评价 要盘点资源 什么叫盘点资源呢 如果每个人达到200万是A的话 但是年初我没定这个目标 那我就看看 今年有多少人做到了300万 有多少人做到了100万 有多少人做到了80万 这叫盘点资源 然后根据平均值 去给大家定目标 这个意思 好 咱们现在回到现在这个问题 整个N经理的这个想法 我们就归纳完了 然后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说有什么建议 他其实是希望得到评价 但是公司给他的评价呢 他认为不太合理 他自己有点摸不到门到了 他自己有点困扰 然后呢 他又认为公司接下来的这个负责人 要求很高 他担心做不到 所以希望退一步 以退为进 希望退一步 然后呢 再成长一下 看看那个负责人到底什么情况 他并不想离开这个公司 所以他问 我应该跟老大直接聊一下吗 我这样做可以吗 所以大家说怎么办 同学们一起来 来我们拿出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在评论区来说一下 有什么建议 写什么建议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 选择合适的时机和领导坦诚困扰 前两天我还给我的这个一个朋友 去提这样的建议 他也发现自己的绩效评价不太合适 那就问了我说 何老师既然这个你是讲管理的 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我这种情况应不应该找这个上级聊呢 我应该应不应该找人力资源聊呢 来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具体的这个策略 当你发现你的绩效评价不合适的时候 你首先第一点要优先找人力资源部门了解规则 优先找人力资源部门了解规则 不要直接找老大 不要直接找你的上级 那个不太好 这是第一个建议 我只教点小技巧 优先找人力资源部门了解规则 了解规则之后 然后结合公司目前的情况 看看是不是其他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绩效是有一个程度的 经常很多公司都是松一点 或者都是紧一点 这个是会做统一管理的 对 看看是不是针对你个人 第二个 人力资源那了解清楚了之后 等待时机 什么叫等待时机和上级谈呢 什么叫等待时机和上级谈 等待一个时机 等待老大求你的时候 或者老大表扬你的时候 或者老大夸你哪件事做得不错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 不要自己因为有自己的困扰 就马上去找老大 有些东西可以稍微放一放 然后老大总有一些时间会夸你工作做得不错的 所以你可以最近找机会 让他看到你的某一个工作做得不错的时候 跟他分享你的坦诚 分享你的困扰 同学们这个能理解了吗 不要直接找老大 直接找老大不是特别好 第二个建议 找到他的时候 分享困扰的时候 分享你的坦诚的这个困扰的时候 一定要干嘛呢 一定要做一条线 就是明确表达想为公司做更多贡献 同学们看看第二点建议到底重不重要 明确表达想为公司做出更多贡献 但是现在有一点困扰 不知道怎么做是更重要的 或者怎么做是公司更需要的 我其实想和领导沟通一下这一点 我特别希望做好 对不对 这个特别重要 我们一定要给上级信心 第三点 讲清楚自己最需要领导哪些支持 讲清楚自己最需要领导哪些 这个时候就开门见山了 我可能希望领导给我清楚的讲一下 我的绩效评价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还是说公司今年压力比较大 可能整体都下调了 或者说领导 咱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没有严格的标准 我都能理解我就想弄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领导支持 你要跟领导讲的是 我需要的不是你把绩效给我讲清楚 我需要的是我心里有困惑 这个困惑影响了我接下来的一些工作状态 所以我需要得到您的信任 需要得到您的理解 您跟我讲清楚 我把这个困扰解开就可以了 其实我在公司干了这么久 我也不是特别在意这么一点评价 我相信公司整体上是公平的 这个意思 第四点建议 讲清楚自己能为公司做出哪些贡献 这个是我们给恩经理的建议 所以咱们再重新看一下这四点 同学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特别基本的和上级沟通的步骤 你如果能把这样的步骤变成你的思维逻辑 你自己在上级那会变得特别有领导力 就是你会让你的上级在很多方面很信任你 甚至会很听你的 他会觉得你很靠谱 有些事会找你征求意见 咱们再重新走一遍 第一个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分享困扰 不要直接分享困扰 有困扰就说直肠子那不行 第二个明确表达想做出更多贡献的渴望 所以要让上级领导有一个定心玩 心里能认可你 第三个讲清楚自己真正需要哪些支持 第四个讲清楚自己能为公司做出哪些贡献 我要面试的时候经常其实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和我讲一下 你来到我们公司最保底的能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哪件事你来了会立竿见影发生变化 这个是我经常问的 我会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一个人的水平 看一个人真正的程度 人才的程度 同学们可以再听一下 我会经常问 你能为公司做的哪处贡献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 我们公司加入了你之后 有你来了之后 招聘了你之后 哪件事因为有了你能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 这个问题是可以直接问的 这个问题是可以经常问的 我看有同学给我鼓掌 应该是有一些具体收获是吧 咱们讲管理 其实技巧非常多 咱们先把思路理顺了 这个过程呢 我更希望得到的是大家对我的信任 就是我们坐在电脑前 手机对面的何老师 课件前的何老师 他是不是能值得我信任 他这个人的心思正不正 他是不是有真财实料 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真正的经验 他如果有 他有一些东西 哪怕讲的我特别不顺耳 但是我可能会信他 慢慢我就用了 你用了才会有效 你不用不会有效的 OK 所以咱们之间也需要信任 我看到这个 处心了 好久不见 咱们接着往下看 咱们讲完了刚刚那个案例之后 恩经理的案例之后 咱们现在来开始讲 第一个知识点 直属上级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同学们记住这一点 直属上级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你真正要花心思去管的就是这个人 陈成华老师在管理的常识上 有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很经典 我就不创新了 直接拿过来 一个人的管理对象 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的直属上司 因为管理者需要资源 资源的分配权利在你的手中 因此当你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 你就需要对你的上级进行理解 所以同学们现在能明白了吗 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这样的逻辑 我先定目标 对不对 但是定目标的时候呢 也要跟上级聊目标 因为目标也来自于上级 我要跟上级聊目标 跟上级聊完目标之后 我要做计划 做计划是我自己做 做计划的过程中 我发现有些工作不会做 我需要上级的支持 这个时候又要找上级要资源 我们为什么经常讲上下级沟通那么重要 今天咱们课程里边肯定有很多 培训经理在线 HR在线 很多公司都特别重视上下级沟通 这个培训 上下级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同学们现在能总结出来了吗 上下级沟通的关键 是让上下级之间更喜欢吗 上下级沟通的本质是要什么 下对上要资源上给下目标 对不对 不断的确认目标跟资源 目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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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评价 对吧 是这么一个过程 来来回回就这点事 目标资源 目标资源 所以上下级沟通有那么复杂吗 上下级沟通有那么多的艺术吗 没有 上下级沟通是有本质逻辑的 千变 万变 不离其中 就是目标资源评价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好 咱们接着往下走 咱们知道了 为什么要管理上级 因为目标来自于上级 资源也来自于上级 上级比你能用的资源多 你就需要求助他 我们之前讲管理是通过他人完成工作 管理还有一条 我们也在课程中讲过叫管理是求人办事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写下来 管理是求人办事 写过的也可以再加深一下印象 管理是求人办事 你记住这句话 你不仅是管理者 你还是领导者 因为你能调动别人 好 谢谢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看一张图 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不需要上级领导 其实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上级领导永远比你负责更多的内容 大家看这两个圈上级负责更大的圈下属负责更小的圈 上级其实能同时管理很多个下属 所以上级的视野 他的资源 他的决策权都要比你高 这个时候 不是上司如不如你 那是你的主观评价 在一家公司里边 真正的权利在本质上是信息的权利 同学们我再说一下 在一家公司里边最重要的权利是知情权 最重要的权利是知情权 什么叫知情权呢 知情权就是 我招聘一个员工根本不需要告诉你 这就叫知情权 我有知情权 你没有知情权 所以你没权利 上级招聘一个员工是不需要告诉下属的 他可以不告诉下属 但是下属如果想开掉一个员工 他肯定要跟上级聊一下 这种叫知情权 这信息流动会决定了权利 这个意思 组织中真正的这个权利在这儿 所以我们要管理上级 因为上级有很多我们做不了主的 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这个也是我们讲的 上下级沟通的关键 上级要告诉下属目标 要看进展 下属要向上级 要资源要支持 上下级沟通的关键是这么一个闭环 来咱们继续往后 上次有哪些作用呢 之前的课程我们稍微讲过一块 我们今天再重点强调一下 上级领导有哪些决定性的作用 为什么说上级领导有哪些作用 这一块请大家认真听 这三个作用你要刻在心里 其实这些属于你应该背下来的 应该做专业考试的 第一个上级能够帮助你和其他人更好的开展工作 协同 比如跨部门沟通 你要找上级 不要直接跟别人沟通 我们为什么经常啊 我们为什么经常说跨部门沟通是效率很低的 因为跨部门沟通往往是什么样的 往往是两个老大不知道 两个员工在下面 就擅自做主了 搞着搞着发现老大不同意 这种情况就得反攻 或者搞着搞着一边的员工说 我们老大说了要做别的事 我没有时间了 你先忙别的吧 这种情况也有 所以跨部门沟通的关键往往是上级不同意 或者上级不知情 下面就开始干了 这个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跨部门沟通 我们在很多公司讲组织结构变革的时候 经常讲一个条件就是尽量不要出现跨部门沟通 减少跨部门沟通 怎么减少呢 把更多的横向部门变成纵向的流程就不存在跨部门沟通了 很多公通是很多公司是横向的部门太多 人力资源部 培训部 招聘部 绩效部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财务部 审计部 法务部 各种各样的部门 签一个合同可能需要两个月 这种情况 减少跨部门沟通 但是上级能够帮你完成跨部门沟通 我们知道了吗 跨部门沟通的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就是上级 所以大家记住上级的作用是帮你更好的完成协作 跨部门沟通 包括和你的团队成员沟通 这都叫部门的领导的这个作用 第二个 你的上级还能确保你的优先级重点和公司规划的是一致的 因为上级更知道哪些工作是重点 你要定期的和你的上级确认工作重点 对不对 所以经常没事找上级聊一下 老板 我最近跑偏了没 老板 我最近觉得有点跑偏了 你看看 对不对 我是不是跑偏了 经常和你的上级领导聊一下这样的话题 是不是跑偏了 第三个 上级能为你提供完成目标的各种资源 我来问问大家 评价一个人算不算资源 也算资源 这个就是我们统一归类为决策资源 上级可以把你给定上 把你给定在这 就说你这样做是A 你这样做是B 你在别的公司可能是B 不好意思在我这是A 也有可能在我这是B 在别人那是A 这都有可能 这叫资源 所以上级的三个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再强调一下 上级最重要的三个作用 第一个 帮你和其他人更好的开展协作 你搞不定的上级可以帮你搞定 第二个 上级可以确定你的工作优先级 和整个大团队是一致的 第三个 上级可以给你提供资源 上级可以给你提供资源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级有哪些资源 我们怎么去盘点上级的资源 这个每家公司都不一样 所以我只能给你几个问题 你定期的去观察 然后把它记在心里 你就能知道了 啥事该找张总 啥事该找李总 啥事一定不能找张总 这个意思 上司在工作中有哪些独特的能力和优势 比如他特别喜欢讲话 他特别热情 这都叫独特的优势 上级有哪些外部资源是可以争取的 上级的行业资源 上级认识哪些客户 这叫资源 上级更清楚哪些信息 他更知道公司内部的哪些基本面 这叫关键信息 上级比我更有权决定什么 哪些事我应该找上级定 这都叫资源 这四项资源 大家是应该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 你整个的管理生涯不断的去积累这四项资源 你遇到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用这四个问题去问一下 问一下自己我能从他身上发现什么 他在哪些方面是特别优秀的 特别厉害的 求人办事嘛 领导都喜欢求着自己的员工 大家知道吗 因为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领导最怕的是跟自己没事就更更脖的这种员工 啥事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这种领导会也会 领导心里边也会烦啊 是吧 好像你最厉害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讲了前面的领导有什么作用 领导有哪些资源 然后我们讲了管理上级的核心是争取资源 那么今天把这个话就记在心里了 管理上级的核心是争取资源 不是让上级觉得你好像多厉害 而是让上级能够帮助你完成目标 尤其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了 这个时候要敢于推开办公室的门 直接跟领导讲 老板 我这个目标真的搞不定了 太重要了 这个目标对你也太重要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为什么不帮我 哪怕你偶尔发点小脾气领导也都觉得你挺可爱的 所以管理上级的核心是争取资源 记住这句话 那如何争取资源呢 我给大家几步建议 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争取资源 第一个 根据目标进展来判断是否需要争取资源 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个基本面 一旦发现目标受到威胁 目标不是特别充分 你就一定要争取资源 我们之前在讲课的时候 专门提到了一个基本面 一个员工做到什么程度 领导会觉得他不错呢 一个员工超额完成了工作 领导才会觉得他不错 一个员工如果只是完成了工作 领导压根就觉得你还行 就觉得你可以合格而已 你只有超额完成工作 才会觉得你不错 怎么超额完成工作呢 就是每天都不遗余力的跟领导争取资源 觉得目标有威胁 领导给你不止了一百万的目标 你非常希望完成一百二十万 这就叫超额完成 所以根据目标进展判断是否需要争取资源 停一下 有同学问我管理是求人办事要怎么理解 谁求谁 你可以求上级 说领导 这个事我有点想不明白 你能不能跟我再讲一下 你讲一下我更有力目标 我们做管理的目的是达成目标 所以求谁都可以 上下左右都可以求 所以求上级 求下属也可以 下属比如最近有点压力 你跟下属说哎呀能不能再稍微克服一下顶住压力 咱们现在都比较难 看这个疫情是不是 咱们这个门店都开不开一个月了 能不能帮帮我 帮帮公司再稍微克服一下 这就叫求人办事 求人办事的关键是达成你的目标 对达成你的目标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 第一步是根据目标判断你是否需要争取资源 第二步 根据目标差距 就是目标可能差两百万 然后你要分析一下究竟需要哪些资源 脑子里边必须过一下 根据目标分析自己需要哪些资源 第三步和上司汇报进展 同时和上司分析需要哪些资源 大家看重点看第三步 要资源的时候不要直接要资源 要资源的前提是汇报进展 说自己的进展受到了威胁 或者说自己的进展 有可能取得超越性的里程碑 领导你只要再帮我一把 我就创记录了 这也可以 同学们能理解吗 你要么是告诉领导 自己的业绩受到了威胁 要么是告诉领导 你可以超越一个里程碑 先跟领导讲进展 再要资源 不要开门就说我需要资源 第四步 用数据给上司信心 并确认资源到位时间 什么意思呢 你跟领导要资源的时候 一定要用数据分析 你这个资源要用到什么程度 你这个资源是怎么用的 跟领导讲清楚 一定要正式沟通 一定要正式沟通 我在明天我们做答疑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小的这个沟通文案 一个沟通的一个话术 今天我就不讲了 然后呢 我们在跟领导讲完之后 要确认一下 什么时候能到位呀 别讲完开门走了 最后领导忘了 这个也不行 一定要当场确认资源到位的时间 记住 越是这样的员工 领导越拿你没办法 领导是又爱又怕又怕又爱 理解了吧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如何向上级争取资源 四个步骤 OK 第一个知识点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来讲第二个知识点 上下级关系的核心是信任 刚刚我们讲的是直属上级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接下来我们讲上下级关系的核心是信任 咱们现在来看一个来自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案例 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同学们 这个案例在讲义上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案例 一起来看 我来念一下 营销专家Pony 去年入职新公司任副总裁 这个Pony啊 他原来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营销大咖 营销高手 有点像这个完美关系里边的魏哲 去了新公司任职副总裁 公司给他的任务是 解决品牌营销和产品销售难题 大家看看公司给他的任务怎么样 公司给他的任务是 解决品牌营销和产品销售难题 然后他负责市场营销方面的副总裁 大家看看这个任务怎么样 这家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 现金流问题 所以需要解决品牌营销和产品销售的难题 直到去年的第三季度才正式被一家上市公司收购 来我们看一下 Pony的这个新公司出现了现金流危机 然后直到去年的第三季度 才被一家公司正式收购 是一家上市公司 为了快速扭转公司的局面 总裁给了Pony很大的授权 换句话说 咱们公司现在有危机 只要你能解决品牌营销和产品销售难题 怎么干都行 放手去干 大家看看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不是经常有 我们是不是加入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 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觉得是不错的 对不对 事为知己者死 对不对 马上就说放心吧老大 交给我 没问题 往下 既然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和决策权 副总裁根据以往的经验 很快做出了判断 公司需要更大的市场份额 来 开始了 公司需要更大的市场份额 这是他做出来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就必须调整产品管理策略 根据这个逻辑 这位副总裁首先调整了大额订单的定价 什么意思呢 既然需要更大的市场份额 那我就把大订单的定价调低 这个能理解吗 因为大订单更容易销售了 市场份额就更大了 好理解吧 这个逻辑是非常正确的 然后市场副总裁的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是公司需要更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这些工作没能让公司的利润和财务状况发生根本改变 现金流还是有危机 总裁有些坐不住了 开始干预副总裁Pony的工作 但Pony顶住了压力 他肯定有自己的自信嘛 他相信市场份额扩大一定能扭转局面 因为他手里有数据呀 他可以跟老板讲 说老板份额在扩大 但是第二个季度结束后 利润率和利润总额都没有增加 这个时候 总裁直接控制了所有产品的定价策略 所有产品与定价决策 抱歉啊 这多了一个得字 我们把它删掉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季度 他觉得自己完成的不错 然后呢 总裁开始干预工作的时候呢 他还觉得自己有问题 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然后顶住了压力 继续扩大市场份额 第二季度结束之后 总裁直接控制了所有产品与定价决策 这种情况有吗 一个人去一个公司 开始干 干到一定程度 公司高层开始插手 有没有 咱们在之前的直播课 开年的那十场直播课里边 专门讲过 刚加入一个团队要干嘛呢 成熟的管理者就俩字 瞇着 成熟的管理者就俩字 瞇着 多看多听 少说少做 多看多听 少说少做 对吧 这种情况 来我们看一下总裁干了什么 大家看一下 总裁直接控制了所有产品与定价决策 然后为所有产品设定固定利润率 切不考虑销量 大家看看总裁开始把工作目标调整到哪了 利润率了 对不对 市场份额根本不是最重要的 总裁开始关心利润率 总裁终于出手了 总裁说利润率是最重要的 所以利润率不能动 其他的都可以动 同学们看看 这个是不是属于经营型目标 对吧 这个是属于经营型目标 就叫刚性目标 不能调的 副总裁 Pony开始发现自己处处被总裁排斥 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 甚至开始恶化 副总裁Pony抱怨总裁的行为不够职业 遗憾的是 总裁的新策略也无法提高公司利润 第四季度结束 总裁和副总裁都被解雇了 哎呀 真的是结果让人觉得 是吧 一巴掌拍不响吧 既然一巴掌拍不响 那就 那就多拍两巴掌吧 这是一个凉凉的故事 对 这是一个凉凉的故事 很遗憾啊 同学们 这种情况很多 悲剧了 Pony做错了什么呢 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被解雇之后 副总裁Pony才明白 改善营销状况和销售额 只是总裁的目标之一 总裁最迫切的实际目标是什么呢 让公司的利润迅速增加 大家看看 总裁最迫切的目标是 让公司的利润迅速增加 但他从未深入了解过 总裁最迫切的目标 换句话说呢 这个Pony 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经验 希望快速让总裁 认可自己 但他从来没有跟总裁深入聊过 总裁内心的真正的担忧 恐惧和期望是什么 这回能理解了吗 能明白管理要管什么了吗 管目标 管资源 管进展 管成果 管评价 同学们真的是 一定是越学越上到 肯定都开窍了 我相信再这么讲 如果还不开窍 那你就做专家去 直接去公司做专业的 这个首席科学家 咱就别干管理了 总裁不说呀 总裁也是人啊 总裁最后也被开除了 你以为总裁想这样吗 对不对 总裁最后也被开除了吗 能理解了吧 Pony干了自己想干的事 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但他的长处和总裁的目标不一致 总裁以为自己说清楚了目标 但他没说清楚 所以我们知道吗 我们既要向下讲清楚目标 又要容忍自己的上级 说不清楚目标 中层难办啊 为什么说一家公司 中层是腰部力量 什么叫腰部力量 腰部力量是肾的 对不对 那肾坏了不就完了吗 那是腰部力量 是支撑整个公司的关键 乘上起下的 所以整个公司 最重要的是中层 既要对下 把目标讲清楚 又要对上 把目标要清楚 对不对 太难了 Pony副总裁 还不知道另外一件事 这位总裁啊 是母公司派来的 就是这个收购的上市公司派来的 他是当初最主张 这起收购的人 就是当初是这个总裁 主张的这个收购 所以这个总裁 最希望短期内提升财务状况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之间 没有过深入沟通 互相之间都爱面子 哥俩好 都觉得没事 大家知道吗 彼此之间聊预期 特别重要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彼此之间聊预期 聊资源 我来讲一个跟管理不相关的事 但是跟管理也相关的事 就是融资 就是融资 同学们对投融资感兴趣吗 我稍微说一两句话 稍微说一两句话 投融资这件事 我们虽然没有拿过多少投资 但是我们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OK 简单说一下 投融资这一块 投资人最喜欢的创业者 是什么样的呢 投资人最喜欢的创业者是 你知道你要多少钱 同时你知道你要把钱花在哪 这是投资人最喜欢的创业者 投资人知道你未来需要完成什么目标 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多少钱 需要多少钱 这些钱是怎么花的 所以创业者跟投资人之间的管理 就是目标和资源的管理 创业者要告诉投资人资源 这个告诉投资人目标 然后要告诉投资人 我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多少资源 融资讲商业故事的关键 还是讲清楚目标和资源 我怎么通过拿这个钱来完成我的目标 这就叫融资 然后我把钱给你了 你能完成什么样的增长 你能让公司增值多少 你必须告诉我 我信了我就把钱给你 这就叫管理 一样的道理吧 同学们 很多人啊 去融资这件事 其实还是学一学特别酷的 路眼的技巧等等 从来不算账 既不想目标 也不想自己需要花多少钱 这是不行的 继续往后 这件事的真正的关键 就是整个问题真正出在哪呢 出在Pony 从未真正了解过 上级最想要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今天这堂课讲到这儿 同学们 能有明确的收获吗 这个案例讲到这儿 能够影响你未来的管理生涯吗 我需要一个确定的答复哈 就影响你未来的管理生涯 你未来只要想到你的上级 就要经常去产生这样的沟通和思维方式 一定要先确认上级到底想要什么目标 别着急去怎么做 明白了吧 别着急怎么做 先想上级到底要什么 有的时候你要管理上级 你要帮上级的 你要带动上级的 所以咱们现在讲一下 你要多去了解上级目前的真实状况 真实处境是什么 多了解这件事 首先了解上次的职责是什么 他一定要完成什么 其次了解上次的需求 第三了解上次的底线 上次的职责 上次的需求 上次的底线 上次的职责是什么呢 咱们再多讲一遍 把之前我们在开年直播课 讲过的内容 再重复一下 那个开年直播课 就是给大家做的福利 其实 第一个上次的职责 第一职责是带领团队 完成经营目标 上次也要完成上次的经营目标 第二个 为团队制定计划 提升工作效率 第三个 为团队争取资源 帮助团队解决问题 第四个 培养和选拔人才 这是上次最重要的职责 上次最重要的职责 是这四项 同学们如果你还不知道 你可以拿这四项回头到你的工作中 去观察一下 看看上次每天是怎么工作的 如果你的上次完全不在这些点上 那推荐你听听 让他听何老师的管理课 如果他不听 那建议你找一个更好的上次 你也可以拿着这个页面去真正的去考试 面试你的上次以后 以后面试的时候可以拿着这个去面试你的上次 你可以反过来问他 咱们团队这个月的经营目标是多少 第二个 咱们团队平时有工作计划吗 咱们一般工作计划都分成哪几步啊 是不是 大概有什么样的要素啊 第三步 咱们一般能给同事解决什么资源啊 第四步 咱们一般多久能培养一个接班人啊 你拿着这个去看看你的上级到底行不行啊 上次的需求是什么 持续完成个人业绩目标 实现更低的管理成本 获得更高一级领导的认可 被下属尊重和信任 这是任何一个领导都需要的 任何一个领导都需要的 第一个 持续完成个人业绩目标 第二个 实现更低的管理成本 什么叫更低的管理成本呢 就是跟你沟通很高效 目标告诉你了 你就认真认去完成 有问题赶紧反馈 跟你很高效 所以跟你不操心 这就叫更低的管理成本 跟你很有信任 获得更高一级领导的认可 包括被你尊重和信任 这是上司的需求 最后再说一下上司的底线 上司能容忍的最低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上集说 何老师讲了哈 咱们的工作目标要有挑战 那咱们这个月就定的目标高一点 咱们这个月就先干到200个亿利润吧 200个亿利润 我的天哪 您把我猜了吧 是吧 我也玩不成这么高的利润 200个利润 然后说领导 你跟我说句实话 最低多少 领导说 最低怎么也得2万啊 对不对 有挑战是200亿 最低是2万 所以上司的底线是什么 你要跟领导确认一下 或者说领导说2万 你说1万8行不行 1万8行不行 这个意思 就是上司的最低目标要讲清楚 第二个最低标准是什么 举个例子 1万8可以了 OK 1万8可以 那再跟上司聊一下 1万5现金 5000合同行不行 5000营收款 1万5现金 这样呢 1万8我给你2万 但实际上有5000是下个月交 行不行 最低标准是什么 领导说不行 必须都是现金 而且都是人民币 第三个 最不能容忍哪些问题 可以问领导说 平时啊 您觉得我哪一点 特别让你受不了 能不能跟我聊一下 今天咱俩喝的也不错 对吧 最不容忍啥问题 或者咱们团队 你最不能容忍啥问题 这个意思 大家再看一下 第一个 最低目标是什么 第二个 最低标准是什么 第三个 最不能容忍哪些问题 这不就是菜市场吗 公司不就是菜市场 对 很多公司还不如菜市场 好 我们讲完了这一点之后呢 再和大家说一下 上下级关系当中 信任比能力更重要 信任 上级会告诉你他的担忧 信任 上级会告诉你更多信息 信任 上级会给你更多资源 你有能力 上级可能把你晾在一边 所以组织工作中 千万不要纯粹用能力证明自己 能力之外还要获得信任 能获得信任的能力 才是真正的能力 不能获得信任的能力 是破坏力 不能获得信任的能力 很多时候是破坏力 好吧 咱们讲到这 怎么获得信任呢 我们再多说一句 清楚上司对每件事的最低预期 执行的过程中 总能超出这个预期 这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途径 上司说一万八 最少一万八千二 给到他 哐当往那一摔 直接问领导怎么样 给个漂亮话 您觉得我这个月干的行不行 您给个话 这个意思 总能完成上司要求的最低预期 而且还能超过完成 久了上司一定信任你 上司肯定会说 您做您是爷 就这个意思 最后啊 我们要再说一下 这个模块里边 这个知识点里边 要再说一下 一个好的上下级关系 同学们 要练习一下 好的上下级关系 要确保你和你的上席之间 是相互期待的 大家看这四个字 能不能有画面感 相互期待的 什么叫相互期待呢 相互期待是这样的 领导担心啊 这个月能不能完成啊 哎呀 也不给我个信 也不给反馈 急死人家了 领导在这担心是吧 领导正要担心的时候 你哐哐推门进来了 说领导 这个月基本没问题 放心吧 您早点下班 我给你推荐馆子不错 去那吃点啥吧 我都给你定好了 这个就叫相互期待 领导正需要你进展反馈的时候 你总能给他反馈 第二个 领导有担忧 觉得你小子说话不靠谱的时候 你突然说领导这块真有点问题 给个支持吧 这也叫相互期待 所以呢 你要能给领导资源支持 第三点 使用资源后 要要上次反馈效果和目标进展 领导把资源给你了 比如说你说 这个月我需要招聘十个人 哎 这十个人招给你了之后 就再也没心了 你得跟领导讲一讲 这十个人用的怎么样啊 十个人有没有效果啊 这都是成本啊 给领导反馈 然后你说领导 这十个人招来之后 我压力太大了 但是呢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我们这个月完成了三倍的目标啊 这就叫相互期待 互相之间有期待 啊 所以你特别希望看到领导上班 领导也特别希望看到你 对吧 你们互相之间总能说一些 让彼此更安心 更踏实的事 更高兴的事 我跟大家再讲一点啊 领导对一件事也很高兴 什么事很高兴呢 就是 你特别担心目标完不成 问领导该怎么办 这是领导最喜欢的一种状态 还有一点 你突然发现工作中有一个小细节 太棒了 有一个进展太棒了 你半夜给领导打电话 你说领导 我一定要给你反馈一下 这个太棒了 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下 忍不住想跟你说 领导我有点激动 这都叫相互期待 好不好 这就是一个好的团队的氛围 因为互相之间是有效的 有没有信心啊 回去之后把你的办公室氛围搞成这样 至少把你和上级之间 把你和你的直接的这个骨干之间 搞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相互期待啊 这一页 要和你的团队去讲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这节课的第三个知识点 咱们拖堂也少拖一点哈 上次的时间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这一块没什么 很简单 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件事 上次的时间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怎么说呢 我在去年啊 去这个新事项 这个新媒体公司做培训 管理培训 这也是这家公司第一次做管理培训 听过新事项的同学举个手 我看看有多少人知道 一家新媒体公司 我们原来在做新媒体培训的时候 肯定是很多同学知道 管理培训不太不太一定 新事项对 新事项内部的一个做内容的副总裁 他就当时直接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当时跟他讲哈 我说时间资源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你有没有发现 你喜欢的员工 你会忍不住去问他工作怎么样 你会忍不住多听听他的反馈 你会忍不住多给他一些指导 同学们是不是这样的 你喜欢的员工 你会忍不住关心他 问他进展怎么样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你喜欢的员工 你从内心里边你是信任的 你是没有底线的 不介意的 所以你愿意在他身上投入资源 还有一点 我们要再讲一下 领导力上讲什么呢 领导力上讲 你只能领导你喜欢的人 你不喜欢的人 你是领导不了的 大家看看这句话哈 你只能领导你喜欢的人 因为你喜欢的人 你就愿意在他身上投入时间 当他遇到问题了 遇到困难了 你愿意帮助他 不喜欢的人什么样呢 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 对不对 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就这个意思 不喜欢的人 你是很少跟他沟通的 你只能领导你喜欢的人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逻辑哈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再讲一下 上司不忙 希望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之后明白 上司不忙 上司再忙 也没有帮你完成目标更重要 因为上司是通过你完成目标的 你完成目标了 他的目标就完成了 所以上司不忙 上司不忙 管理者没有自己的时间 上司为什么会忙呢 因为你不找他 所以他忙 你找他的时候 他就不忙了 你要找到一些时间 观察上司的时间 然后呢 和上司去主动接触 争取资源 这个意思 上司不忙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和上司去做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互动哈 怎么去管理上级啊 这样的向上管理清单 我们总结在这堂课的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管目标 管上级的时候 首先管目标 想想Pony 直接秀经验 死得很惨 第二个管优先级 哪些事应该先做 要定期和上级沟通 第三个管资源 我可以使用哪些资源 没事就问 不问白不问啊 第四个管评价 我这件事做的怎么样 您觉得我这件事还OK吗 您觉得这件事完成的怎么样 管评价 向上管理主要管这四件事 当然前面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逐一的去捋顺哈 那我在讲到这的时候也提醒同学们 在做管理的路上 千万别着急 把所有问题都搞对 不用 把关键的目标弄清楚 想尽一切办法完成目标 你就是优秀的管理者 不要把什么都弄弄 我呀 在最早跟这个陈诚华老师接触的时候 在2015年的时候 给他做过一次访谈 很长的一个访谈 2015年 我和大家说一下 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 我问了陈诚华老师一个问题 当时那个文章 其实发在郑和岛上 我是和我的一个朋友去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能既把管理做好 又能把企业家 又能把企业经营好 又能把管理研究好 同学们听一下 为什么你能把企业管理好 你又能把管理研究好 你既是个管理学家 又是个企业家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呀 陈老师这么讲 陈老师说 我能把自己的角色切换好 我印象特别深 什么叫把自己的角色切换好呢 管理 研究管理 研究管理是要把问题弄得更细节 弄得更清楚 研究管理是要研究很多的复杂逻辑 但管公司的时候要追求简单逻辑 追求有效的逻辑 管公司的时候 我做CEO的时候 要十句话并成一句话说 研究管理的时候 要把一件事拆成十件事 同学们能理解了吗 这是两种逻辑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这个 学完管理之后还好 很多人讲完管理课 不会管公司 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挑战 有的时候你会越讲越怎么样 越讲越复杂 所以真正的管理者 是总能让下属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大家记住这件事啊 不要把管理弄复杂 管理的关键就是有效完成关键的目标 就可以了 咱们讲多少内容 只要对你完成目标有帮助就行 完成目标没帮助的都可以不用听 不用去琢磨 更不要跟我辩论 没有意义 可以 我们今天这堂课呢 主要的内容就讲到这了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这堂课的三个重点 直属上级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上下级关系的核心是信任 不是能力 上次的时间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那我们这堂课呢 有两个作业 第一步 请示直属上级 日常工作中可以为团队争取哪些资源 作业很简单 请示直属上级 日常工作中可以为团队争取哪些资源 最多三种啊 最多三种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第二步 将团队在日常工作中需要的三种资源反馈给上级 我们昨天不是跟 昨天上一节课不是跟团队聊了三种资源吗 咱们明天啊 问上级可以给团队哪些资源 然后把团队反馈的资源再给他看 对一下 把下属的需求和上司能给的对一下 看看是不是一致的 同学们说这个步骤有没有必要 领导想给的是这些 下属想要的是这些 问完了之后 把他们放在一起 给领导看一看 是吧 就这个意思 好吧 我们这节课的训练很简单 咱们就按照这个来做 那现在呢 我们就整个把我们这一节课讲完了 咱们现在是第二模块的第二课 如何制定工作计划的第二课 我们重点讲怎么管理上级 因为计划的关键是资源嘛 资源要从上级那获取 主要从上级那获取 咱们明天的是做练习 后天是直播答疑 今天晚上我们其实有两场直播课 同时在做 一场直播课是这个 池成老师的新媒体 一场直播课是我的 昨天晚上呢 我跟大家征求了一个小一小的这个需求 请大家帮我去做一件事 然后呢 同学们很踊跃 我很开心 就是实名觉得有帮助实名推荐我的课程 好多同学都在举手 那今天呢 我们特意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模板 如果同学们明天正好周末有时间 不吝 希望大家还能有这个意愿 为何老师做一个小的推荐 为何老师做一个小的推荐 然后呢 我们会教大家去填一个问卷 这个问卷很清楚 也希望大家能提个上 提到上这个自己的目标哈 和自己的这个照片 就是把你最漂亮的 最代表你公司的照片 最好也能发给我们 我们一起在公众号去推一下 谢谢各位哈 我们需要30位优秀的同学 和我们去做推荐 然后一会儿我们的助教 会把这个发到我们的群里 这两天已经有同学直接 直接哈 就是被朋友推荐去参加我的下一期的训练营了 所以我还挺感动的 因为我们有一些购买的客户 我们去追踪一下来源 他是直接购买的 一问是朋友推荐的 谢谢同学们哈 那接下来呢 我再送一个小福利 就是回答一下朱接印同学的这个问题 老师刚刚那个案例 我觉得利润现金流水是经营目标 利润率不是经营目标 这样理解对不 不一定 在公司要死要活的时候 卡住利润率 就不会让公司付出更多的成本 也就是说近十块钱 永远可以赚四块钱 这个时候 它就是经营性目标 可以的 好吧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利润总额 你也可以理解成利润率 就这个意思 都可以 假设你手里有一百万现金 可以活着 那你接下来每进十块钱 都可以挣四块钱 你实际上你的利润总额就会 因为你活着的时候 你的一百万现金是可以花的 这个意思 不同的情况 好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 那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到这了 一会儿呢 我们的助教会把那个问卷 发到我们的群里 然后呢 非常感谢 期待看到各位同学的名字 我一定会表示我非常诚挚的心意的 请各位甜文卷的同学期待 谢谢各位 今天就到这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